如何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 然后另外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的话等于是用VBA做出来的 然后你可以填一些资料 填完之后它会自动帮你把资料放到Excel 把它储存起来 OK 而且可以设定保护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边有没有 我们假设这刚刚做三个按钮 然后再来的话 待会我们就要再做一个叫做启动表单 这个启动表单的话 你按下它的话 会有个东西跳出来 就是用VBA写的 VBA里面有一个表单功能 它可以让你做什么 来设计一个可以让使用者输入的一个界面 UI的界面 写这个界面并不复杂 它主要就是说你可以有点像 如果你要写个竞销存系统 或者你要写个什么会计系统 什么人资系统等等的 反正就是要输入资料 输入完之后 你会有需求 第一个先防呆 反正让它方便填 填完之后按个Enter资料 就自动跑到哪里 跑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当然你也不用全部 你会发现这边有四个 但问题你会发现这边为什么有 到H 等会有八个 后面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有些并不需要 怎么样 并不需要你填 其实你只要填这四个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这个平均成绩怎么来的 你可以用前面带过来就好了 合格不合格也可以用前面带过来就好了 这个也可以 有没有 这个等于是VPA 这后面几个都可以由前面得到的东西把它带过来 那我demo一下 待会要教各位如何设计这个表单 表单功能非常简单 第一个我们就是把这三个东西填完之后 按个Enter或按新增 自动跟我填 然后其他东西自动产生 比如说我随便填一个AA Enter 几分呢 随便填 然后再来当然你可以按新增 或者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设计 按个Enter 自动就跳 答案结果就过去 过去之后的话 当然他帮我把这些资料填到这边之后 然后应该再来怎么样 这个自动产生 然后把这边清空 再把游标帮我放上去 让我再输入下一笔资料 有没有这样比较贴心 OKEnter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完成了 而且甚至我这边甚至把框框都画 顺便画下来了 有没有 再来的话游标放这边 你可以出入B 假设吧 不知道填什么 你就再填资料 填完之后Enter 也有一笔 那你看游标上去了 我们再打一个 Enter 然后就打资料 OKEnter 有没有 就自动下来了 那有点类似像这样的作用吗 其实工作里面蛮多地方都会需要类似这种 反正你只要每天需要填资料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设计成一个表单 就主要电子化 然后很快的让人家可以填写一些资料上去 那这个怎么做 首先我们分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我要先设计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表单 那怎么样把这个表单做出来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就是我设计完之后我怎么样把它呼叫起来 让它可以跳出来 然后再来的话思考就是说 当我按下新增之后我如何把这些资料呢 帮我填到Excel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 OK大概会有分这几个步骤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有点难度啦 但是其实相当实用 很多人其实很想学 但是问题是仿先的书籍 真的讲得有点太琐碎了 讲完之后我看你也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它分了好几个章节 只是单单讲这个东西 OK那我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反正你就按照这个流程 你就可以做出你要的表单了 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来看一下 一我们先切到哪里 这个是我已经完成的 我要切回刚刚的 还没做的这个范例好了 这个是没有的 一我们先把这个资料做一个处理 底下第八跟第九列怎么样 这个因为将来我们要填之后 所以底下请你把它删除掉 不过删除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按钮请各位注意一下 删除 有没有发现 按钮怎么样 变形了 为什么按钮变形 我把它Ctrl Z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按钮如果你不希望它变形 有几个方法 我把这个Ctrl键按住 这个 假设 甚至你全部好了 全部这些按钮 我都希望 不要变形 那不要变形 一选取它 如果你要好几个按Ctrl键 二的话请你按右键 右键里面有一个在物件格式的地方 物件格式你只要做一个设定就好了 什么设定呢 灾药资讯 灾药资讯 物件格式里面 你在灾药资讯里面请你改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灾药资讯用拆的应该也拆出来 它预设什么 大小位置怎么样 随储存格改变 那我现在不要让它改变 那应该选哪一个 大小固定 位置随 还是会变 哪一个不会变 不随 所以不 关键字 所以请你特别追 选这一个就对了 不要改变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会发现这两列删掉 你会发现它不会变 所以将来如果你发现 你share里面的按钮 会因为你蓝宽或列高改变 而变形的话 你只要变动刚刚那个地方 按右键 这个叫一个油漆桶 然后这个灾药资讯选这个就OK 好 第二个的话 蓝位名称要完整 所以这个我加一个姓名两个就好了 因为这边好像少一个蓝位名 叫姓名 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再来 已经把我们的一个资料表建立了 也就有点像 Excel现在就拿来当资料库 建一个资料表 那这个资料表里面就有A到H这么多蓝位 那不过H是我们VBA练习的 主要到G吧 那底下的话就是输入这四个 然后自动带出这三个 OK 那怎么做呢 首先当然我要让使用者去填资料 不过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让使用者在这边填 不过你会发现你让他在这边填 问题会非常非常多 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你明明叫他这样填 他就不知道你的方式去填 所以问题反而会比你预期的还来多很多 所以之前有蛮多同学每天就是把这个表给人家 让他回来做惨不忍睹 因为他花非常多时间再去检查里面的错误 反而甚至比他自己输入的时间还更多 但是后来发现我教过他用表单 后来发现用表单方式真的可以彻底解决他的问题 因为再也没有厂商乱输入 因为那个表单就限制了 反正你就只能这样填 你如果不这样填的话你也填不进去 OK而且我也教他把资料锁住 不能乱动 反正你要在这边动很抱歉 我们在教育里面可以保护工作表 那当我变动的时候透过VBA才能变动 也就是只有VBA才能变动 所以他输入的资料完全都是正确的 那好处是什么呢 他再也不用为了去检查错误 花时间 他一回来的东西全部都正确了 所以他觉得这太棒了 再也不用为了检查别人的错误 然后花时间在这上面 那你会看到帮别人擦屁股真的是既浪费时间 而且又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因为反正为什么是你错 然后我要来承受你的错误呢 对啊 所以如果你把它锁住之后 再也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OK所以为什么要学表单设计的原因在这里 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太多了 我这不升没局 很多人说 比如说跨工 反正跨不同分公司来的之后 全部都不一样 傻眼了 其实用表单就好了 全部都一模一样了 再也不用花时间了 所以有时候源头管控比你后续去处理 甚至来的更重要 前面都OK了 后面还要处理什么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 我前面一定要先把该做的事情先做好 后面就不用再花时间去做资料的处理了 OK 首先的话第一个要怎么做 一 我刚刚先把它不随那个储存和改变 二的话就是在那个什么 在Visual Basic里面 我要怎么样去加表单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专案是这个 怎么加呢 按右键 之前插入什么 插入模组 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它的位置刚好在上方 叫什么 叫自定表单 就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在模组的上面 会有个叫自定表单 这个表单的话 其实在任何地上按右键就可以 右键插入自定表单 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它会跳出一个什么东西呢 跳出一个所谓的User Phone 1出来 这边有个控制箱 你不要把它关掉 这个控制箱意思是说它的零件 它这个可以拿来画这边 这个是它一个表单 所以如果你现在执行它的话 你会发现它跳出来什么都没有 如果说你要设计的话 你就把这些东西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有点像是一个平 表单有点像一个平台 上面可以放一些零件在上面 我们会需要的东西 大体上 其实你可以参考这边 这个里面说明 基本上我们会需要总共会有这些东西 前面这四个东西叫标签 这四个的话是文字方块 这个是按钮 外面就是表单 怎么做 如果一般我们习惯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把它分别完成 接下来的话 我们插入表单之后的话 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把上面User Phone 1 由外而内 这个User Phone 1的名称改成什么 也许我希望改成叫成绩系统 比如四个字 那成绩系统我怎么改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修改上面这个名称的话 请注意 在右左下角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User Phone 表示这个 它有个属性 这个所谓的属性 就是它的外观 它的外观其中有一个叫caption caption指的就是它上面 就应该 有点像类似title 只是它的翻译名称不一 它用的名称不同 然后我们把这边caption这里面 输入一个名称 也许叫成绩系统 Enter过之后 你会发现上面就改了 一 二的话呢 我希望把什么 把这个底下的颜色改一下 这底下颜色灰灰的 灰色的感觉不好看 那怎么办呢 我希望把它改成也许叫浅绿色吧 那怎么样改浅绿色 特别是我讲过 属性实际上就是这个的外观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改它的背景颜色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有一个名称 用拆的应该可以拆得出来 有没有 背后的颜色 诶 叫什么 背 color吗 背 color 然后呢颜色怎么挑呢 请你从这边点一下 建议用调色盘 找一下浅绿色 浅绿色 背景颜色 好 我们外面的部分改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就是由左到右 我们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呢 我们大概呢 会用到三个零件 控制箱 有没有 工具箱里面的 第一个大A是标签 小A小B是文字方块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叫坎面巴的按钮 所以我们大概在零件里面 大概只会用到三个 有没有 这个标签 文字方块 跟命令按钮 好 那首先我们用什么标签 按下它之后的话 有点像小画家 拖拉 那这个就是输入姓名 所以拖拉之后 它预设名称叫Label1 那你怎么改上面名称呢 记得啊 从Caption 改什么 改叫姓名好了 OK Enter 这时候姓名出来 不过字太小怎么办 特别之后 字太小的话 请你在底下这个有个缝 字型 那它的修改 记得要在那个右边 有个小小的按钮 不好找 可能会容易忽略 点一下 跳出来了 字大概16号字好了 看要不要换字型 这个你可以自己挑 要不要处理自己可以去按确定 再这样 好 那把它稍微放 再来的话 它的颜色要不要变一下 字颜色怎么变 字颜色应该怎么 不是 背后的颜色叫back color 前面的颜色叫什么 其实它应该可以猜出来 它叫fold color OK 它比较什么front color 它叫fold color fold color就指的是前面的颜色 就字的颜色的意思 那我可以改一下 改成红的好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做了一个 至于你说老师底色 可不可以改 可以 比如我希望底色改成 浅黄的 OK 有没有 这样子 那当然底下还有 就是其他栏位 包含什么栏位呢 还有答案考核 操作考核 面试考核 还有另外几个 其实说真的 如果还在做 不就再点 然后再拉 再改 好像有点浪费时间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 你拿这个当范本 然后把它复制 有没有 复制Ctrl C Ctrl V 或者拖拉加Ctrl鍵 第二个 拖拉加Ctrl鍵 第三个 第四个 有没有 然后再把这个上面的名称的caption 变更 这样是最快的 当然有时候你如果拖拉 因为我其实做的还蛮精准的 不会歪歪的 如果你不整齐 有没有 没关系 你可以向那个小学生排队 排头为准 向下选 向什么 左看齐 有没有 怎么看齐呢 格式里面有什么 对齐 有没有看到 对齐 第一个选到就主控项 那向左对齐 主控项的左元 有没有 有没有 靠左对齐了 OK 第二个你说 老师那间距怎么办 很简单 格式里面请你找一下 叫什么 它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它的什么呢 应该是什么 垂直兼具吧 把它设为什么 相等比较好 OK了 这样子大家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在上面都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 你要做一个漂亮一点的表单 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哪怕你是弄歪的没关系吧 再来的话就是让人家填资料 所以填到哪里呢 用小A小B 然后填一个格子给它 那大小 大概你就再这么大吧 另外的话 它预设的字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字太小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字 让它一样缝 缝这边 把它的字的大小调到16号 或14号 差不多这样14号 这样就OK 不然的话将来人家要输入的时候 这要将来要输入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字会是太小 填进去奇怪 明明前面那么大 这边怎么那么小 所以大概改14或16吧 一样一个 像Ctrl键一样 托拉 两个 三个 四个 如果不选期的话 你就选取它 格式里面随时兼具设为相等 这样就OK了 最后的话 再加一个命令按钮 加在这边 叫什么 叫新增 一样的改法就是 Caption 改成新增 Enter 然后字的大小一样是Fone 有没有 Fone 这边有个小点 点一下 16 然后字的颜色就ForeColor ForeColor部分的话 就是改成红色字好了 然后底下的颜色要不要改一下 改成黄色的好了 反正这都OK了 好 这样子 最后的话 你就把这个表单稍微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或者是整个选起来 你可以把它移动它一下 没办 移动到这里 反正看你要多大 你就自己再调一下 OK 好 假设这样都OK了 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以拿 拿这边的这个字 Ctrl C 有没有 自己再切过来 再自己贴来 因为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就Enter过 最后的话 你可以再按上面的执行 它就跳出来了 这个就是你最后的表单的样子 大概是这样 应该没问题吧 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按滑鼠右键 插入制定表单 二的话 先修改由外而内 先修改成绩系统 跟它的背景颜色 并且用这个做这四个 这个做这四个 这个是命令按钮 其他暂时先用不到 以后如果你要做复杂一点的表单 上面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控制项 也都可以拿来用 所以基本上 在Excel VPA里面 你说要做个 稍微复杂的功能表单 其实不算太困难 OK 所以如果你只是一个 要求不是那么复杂的系统 说真的拿这个来开发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也不用另外再找资料库 你就把Excel当资料库就好了 然后将来的话 大家把资料汇整汇整 那不就OK了 对不对 当然也不需要额外再找 那个专门的工程师维护 然后第二个你也不用说 好像又要再把资料放在 什么特定的资料库 又要弄一堆系统 不用 这样是最简单的 而且也好维护 然后费用我想也是 也没什么费用 如果你学会的话 将来你会发现 这才蛮方便的 尤其是现在各个领域 都会被要求 以前用纸本的 尽量就不要用纸本了 直接用什么 电脑来输入就好 不然每个人都有电脑 为什么你不用电脑 你还要用纸本 所以只要是用纸本填写的 其实都有必要 把它改成 类似像这样的表单输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好 好 好